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吃 一整天的火鍋 有點辣 這好爽 我們今天一次吃三種喝牛 看到這麼多湯汁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你誰 我是娃娃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天門要吃鍋 聚餐要吃鍋 看我們桌上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吃一整天的火鍋 比較冬天超會吃火鍋的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 超商近期非常熱門的 預購鍋物 而且我們選的這幾款呢 不只非常熱門 而且預購豐麵就是它 這是王品他們叫的啊 對 相信呢大家對王品集團都不陌生 尤其是青花椒 我已經分享了非常多次 算是我非常熱愛的一個品牌 而且這次這幾款呢 我都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覺得它除了 跟家人吃很適合之外呢 聚餐也非常的合適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來開竹吧 GO GO 首先呢我要開箱的這個是 全家的預購豐麵 它是青花椒 energy 麻辣昆布原陽國盛宴 它的預購價是999元 我個人非常的期待 是因為它一次就擁有兩種湯頭 對 然後這兩種湯頭呢 剛好就是青花椒還有具 他們店裡銷售No.1的湯頭 所以一次可以享受到兩種風味 不管你吃辣或不辣呢 都可以吃 那我們看一下內容物有什麼 這個組合裡面呢 會有一包青花椒的麻辣鍋底 去北海道昆布鍋的昆布湯底 另外有去骨雞腿肉 吃雞腿肉喔 丹麥國寶珠梅花火鍋肉片 還有一盒白蝦 白蝦大概16到17隻 還有青花椒獨家的藏椒爆漿共玩 好了 超級香的 小妹已經蠢蠢欲動 真的耶 趕快來吃吃看 其實青花椒呢 它的麻辣鍋 屬於中辣 所以這個辣度呢 我先踹踹看 而且它一定要吃到 葬椒爆漿丸子 這個真的超厲害的 它很危險喔 它一咬會爆漿 真的耶 我被噴到了 它裡面就是非常多汁 還有包漏餡 我覺得青花椒的麻辣啊 就是你任何料煮下去 它吃進去就是那種鮮麻感 它的麻其實很有存在 但是它的辣又很鮮的感覺 你知道嗎 比較有辣度 而且我覺得青花椒有一個獨特的香氣 那邊沒有燙耶 嗯 風哥非常喜歡吃十二鍋的烏龍麵 嗯 沒錯 哎呀有點辣 那好爽 然後我剛剛有包香菜豬肉 這是小編最愛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對 五哥你看一些肉在昆布鍋好了 一直吃辣我沒辦法 另外它是整合了蝦子 我已經把它排到這裡了 我吃火鍋呢 蝦子我喜歡生剝殼 嗯 因為燙起來就可以直接吃了 然後還可以吸那個頭 來吃吃看肉片 梅花豬是有一點厚度的 吃起來很Q彈 嗯 雞腿肉 雞腿肉很讚 香菜豬 天哪是我最愛耶 這個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這個太屌了 喜歡吃香菜的一定要包包看 嗯 很好吃 我們家吃火鍋 超愛吃蛋茶 必吃 我覺得海鮮啊 非常適合煮昆布鍋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鮮味跟昆布 完全不會違和 然後就會讓海鮮更鮮甜 肉類加香菜要升天了 我覺得這太厲害了一個組合 超好吃的耶 嗯 然後它的湯頭其實有建議加個水量 嗯 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添加水量 想要濃一點就加少一點這樣 我覺得昆布湯真的很鮮 你知道嗎 鮮甜甘美 喝完整個就暖呼呼的 其實我剛才吃麻辣鍋有點爆汗 可是鮮鮮鍋剛好滿足能吃辣跟不吃辣的人 而且像我們家裡的小朋友 他剛好也可以吃不吃辣 對沒錯 然後上小邊又是中辣 很愛辣 對 朋友來聚餐也是這樣 對 不吃辣跟辣都可以自滿足 這種天氣真的太棒了 嗯 而且它基本的東西都有 那你就自己多準備一些 蔬菜啦 菇類或火菇料 而且我覺得王品最厲害加它 湯底很厲害 嗯 我跟風哥都超愛烏龍麵 我跟風哥都超愛烏龍麵 讚喔 我覺得每次一秒 要噴出來 你噴直接噴到我耶 哈哈哈哈 王品嚴選的世界三大和牛饗宴 有日本的A5和牛雙將 喔這油花太夢幻了 澳洲金牌純血和牛 美國雞黑和牛雪花 美國特選雪花牛 另外還附了一包 王品嚴選的牛骨湯底 這是日本A5和牛 大家都知道 和牛等級最高的就是A5 簡直就是和牛界的 夢幻逸品 它經過烹調之後呢 一入口 那個油脂就會在嘴巴裡面擴散 A5和牛的油脂非常的香 我現在講到就有點流口水 然後他們這是用的澳洲和牛呢 是2023年和牛品牌賽的金牌認證 還有全賽冠軍 非常的厲害 那這款美國極黑和牛呢 主要就是它的肉香會比較濃郁一點 然後配上它的油脂是比較甘甜的 也會有一種相符相承的滋味 另外它還有布一盤雪花牛 就是滿足吃肉的慾望 而且它故意搭配一包牛骨湯 我們馬上來料理 吃飽好睡覺 我們滾了 我先丟一點菇 然後一些菜 等一下我們就是一直燙肉 然後我放一點火鍋料 我們先吃日本A5和牛 哇 看這是肉的紋理 大理石油花真的是有夠讚的 我覺得我先喝一下它的大骨湯 我覺得它搭它的大骨湯非常的讚 因為牛大骨湯就是很濃郁的精華 大骨的香味都鎖在裡面 然後再燙那個肉片 我覺得A5和牛就是它的肉質很嫩 有一個特殊的油脂的香氣 對 我覺得它油脂不是多到讓你會膩口的那種 就不沾醬就很好吃了耶 好奢侈喔 我覺得這個拿出來招待朋友 我們今天一次吃三種和牛 這樣是很有面子 它就是會一直在口腔裡面 澳洲金牌純血和牛 我覺得澳洲純血和牛 它的油花沒有像A5和牛這麼多 但是它多了一個肉的脆感 肉香比較濃郁 好奢侈喔 真的很奢侈 而且因為其實我跟小編都很喜歡吃牛肉 對 這一款就是適合喜歡吃牛 然後又不吃辣的人也可以選 青菜在旁邊都變得很不起眼了 這就是我們去吃和牛蒜的感覺 對 就是主角就是和牛 但是其實青菜煮過它的牛骨湯還是很好吃 美國極黑和牛 其實美國極黑和牛很明顯它的牛肉味比較重一點 它就像安格斯一樣 那個肉味比較濃郁 然後油花呢 它又比安格斯再多一點 可是比起A5 A5的油花是最豐沛的 不過極黑牛的油脂滿甜的 所以整個肉是比較香甜這樣 然後我覺得它厚度都切得滿適中的 不會讓你很無感 但是又有一點口感 不會太硬太厚這樣 那整組和牛吃起來都脆脆的 對 就是我覺得它的厚度都選得滿好的 畢竟王品有個稱號叫 牛肉專家 給他 真的 這種天氣在家吃到和牛火鍋 真的很幸福欸 而且一般市面上喔 應該找不到一次可以吃三種和牛的組合 嗯 欸你不會覺得這款家裡適合過年嗎 喔對 欸我們今天吃和牛喔 然後如果人多一點 就可以買不同的組合 嗯 另外呢除了和牛之外 它也附了一盒 美國雪花牛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最常吃的 對 牛肉了 那雪花牛我們就整個放下去 喝牛是入口即化 那雪花牛呢 就是它的油脂就會QQ的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入口即化的感覺 這雪花牛也很好吃啦 我覺得這一組就是全牛肉 滿足很喜歡吃牛的人 嗯 那另外呢 你如果想要再自己多添加一些豬肉雞肉 或其他的肉也都是滿OK的 尤其它是不辣的牛骨湯 也滿足了不吃辣的人 或家裡有小朋友的人 嗯 我覺得棒 而且一次吃到三款和牛 我覺得王瓶就是很重我們家 我們家真的很喜歡王瓶的那個味道 嗯 接下來我們要開箱這一款很厲害 它是Seven 預購封面的唯一一款鍋物 青花椒的青紅雙椒鴛鴦鍋盛宴 它呢可以一次享受到 青花椒兩大獨門的湯頭 非常適合喜歡吃辣的人 而且喔 它這裡面除了青花椒的麻辣之外 它還有一個全台唯一的 青麻椒鍋湯底 這看起來很厲害欸 對 你看 是不是很厲害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內容物有什麼 它裡面就是粉麻辣湯底 然後青麻椒鍋湯底 另外呢 就是國寶豬梅花火鍋肉片 雪花牛火鍋肉片 還有去骨雞腿肉片 這樣是999 另外呢 在料理之前我再分享一款 這個也是青花椒推出的 它叫青花椒麻辣鍋套竹 這一組呢 是售價799元 算是比較平價 另外這一款呢 是網路銷售No.1的 嗯 它其實也是非常適合喜歡吃辣的人 它裡面呢 除了有麻辣鍋湯底之外呢 還有青花椒的 蔥香蛋餃 連獨家的 藏椒 爆漿貢丸都有 另外呢 一樣有梅花火鍋肉片跟雪花牛 我覺得這一款CP值也非常的高 因為只要799而已 這個去門市吃大概要1280左右 所以如果想要在家吃到青花椒的味道 這一款也是推推 另外 我想說 我個人私心很想吃青花椒的 椒麻豬肉水餃 我也超想吃的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吃吃看好不好 好 椒麻豬肉水餃呢 它一包裡面是20顆 每個都白白胖胖的 我們下水餃煮6分鐘 火鍋還在煮的同時 我已經煮好水餃了 我小煮一下而已 青花椒 椒麻豬肉水餃 看到那麼多湯汁 內餡看起來滿飽滿的 它真的超爆汁的 它真的超爆汁的 其實這一款不會很辣耶 它就是我以為會焦麻香氣 對 它主要是那個很濃郁的青花椒的那種香氣 然後它的皮滿Q的 我覺得市面上青花椒口味的水餃很少見耶 很少喔 我好像沒看過耶 第一次 因為它真的超爆汁的 嗯 因為它很夠味 你不用蘸醬就很好吃 沒錯 我整個在家去 一抿 然後汁又從嘴巴爆出來 我準備吃完了 一口再一口 我也吃完了 還有這個 在家 還不怕會弄髒 是很酷 它有附這個喔 它有附這個喔 好酷喔 我們好像沒有在家吃過青鍋 從來沒有過 而且我覺得青鍋的那種 湯底在煮的時候 在家啊 很酷耶 它有兩包 我覺得這一款 沒有像它的麻辣鍋這麼辣 青鍋的辣度大概 小辣左右 麻辣鍋大概中到大辣左右 可是我覺得青鍋的那個香氣 就是很像青花椒毒有那種鮮香的香氣 很明顯 很可以耶 嗯 如果不能吃太辣的 青鍋真的有夠讚 像我就不能吃太辣 其實我覺得它麻辣鍋很好吃 但是我就是 只能小吃一下 因為對我來說太辣了 那如果喜歡吃辣的人 應該很爽 嗯 因為兩款小辣中辣大大辣 以前沒有喝過的味道 嗯 而且裡面是真的吃得到它那個椒 你知道嗎 湯一點肉 我來吃吃看 蔥香蛋餃 所以我們已經吃了好幾鍋 但還是覺得怎麼那麼好吃呢 對啊 還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真的嗎 我覺得青椒的湯是連我都可以喝的 然後我覺得好好喝 又辣又好喝這樣 而且每個食材都吸飽它的湯汁 嗯 好爆汁喔 而且我覺得它的麻稍微有點厚勁 嗯 就是吃完之後 嘴巴還會停留一下那個麻感 會整個大爆汗 沒有超那麼辣吧 但沒有那麼辣 可是它就是吃完整個很暖 嗯 好啦 我們今天呢 開箱了幾款 超商非常熱門的 網品棉菜鍋物 我覺得真的是跟 家人聚餐或朋友聚餐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像接下來就是聖誕夜吧 嗯 然後或者是跨年 嗯 甚至過年圍爐 這都是很冷的天氣 非常適合吃暖呼呼的鍋 然後聚在一起 對 而且吃這個很有創意耶 對 而且拿出來又好看 嗯 然後自己再準備一些簡單的料 就很豐盛了 沒錯 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 都很喜歡吃辣的 那我覺得可以推薦這個 青紅雙椒鴛鴛鍋 就我啊 對啊 對啊 因為一次可以吃到 兩種不一樣的辣度 跟不一樣的辣味 沒錯 那如果說 家裡人比較少 或是你預算比較低一點 也可以選 青花椒麻辣鍋套組 因為只要有799元 裡面也很澎湃 還有部位的圍兜兜 那如果你家裡呢 有人不吃啊 或朋友不吃啊 的 那就可以選我們最一開始開箱的 青花椒 具麻辣昆布鴛鴛鍋 因為辣跟不辣同時擁有 那如果跟我們一樣呢 很喜歡吃牛肉的 那就可以選牛肉鍋 因為一次可以吃到三種和牛 另外還加一種雪花牛 四種牛肉 喔對 非常的很澎湃 最後呢 提醒大家 如果想購買的呢 除了Seven跟全家可以預購之外呢 MOMO 家樂福 萊爾夫 還有網品豐美食的線上購物網 都可以購買得到喔 那也謝謝呢 網品給我專屬的折扣碼 只要在網品豐美食呢 上面購買 鍋物組合 輸入AB100 就可以限摺100喔 這個是單純回歸給大家的 請大家安心使用 那有興趣的人呢 都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的 官網連結 可以去逛逛 那大家就在冷冷的冬天裡 可以一起享受到 美好的鍋物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按訂閱 還有開鈴鐺的腦袋 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繼續吃